2021新丑年桃源市政府春联发表会 在桃源市长曾文灿与艺术家陈若涵 余同森的共同发表下 于1月6号正式亮相 今年的新丑牛年春联 特别以新月满地奔向2021 以及春回大地为主题 期望要为新的一年来祈福 蛮特别的 很漂亮啊 很有意义 看起来很漂亮啊 设计也很独特 今年我们请到了一个 这个简纸艺术家陈若涵小姐 帮忙设计了21只牛的奔向二衣 那大家可以仔细看 充满了趣味的一个简纸春联 那我想今年除了春回大地这个春联以外 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一款 那给我们的市民可以祈福增加喜气 也祈求疫情能够退散 台湾能够平安 一直到除夕一直到新春会发生的 台湾可以看到的景象 今年的苏法春联有别以往 推出两款苏法提字春联 而其中的新月满地奔向2021春联 透过以创意指雕形式创作 并特别刻画出纯洁的传统习俗 另外传统提字春联的村回大地 也盼今年疫情能够尽快推散 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是整个主题是奔 所以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三只牛 这个奔字 那我们切割成一格一格用纸雕的方式来创作 是希望让不同的多元族群在过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其实有共同的心愿 所以这个作品心愿满地 就是在过年期间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闽南客家原住民或者是新住民 他们都一起祈福的这个仪式 藉由春回大地这四个字 希望在新的2020年我们可以告别疫情 有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跟新希望 创意指雕形愿满地奔向2021 以及春回大地两款样式的春联 从即日起在桃园市政府一楼服务台 开放民众索取 数量有限发文为止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踊跃前往索取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